嗨 各位舒服劇烈小老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医师 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威医师 这次我们旁边有个小姑娘 很漂亮的小姑娘这样 然后她故意要装得很可爱 显得她的脸很小的脸很大 来 子媛跟人家打个招呼 我是各管师子媛 跟大家讲了很多次 保养品的制造 保养品的原理 保养品的刺激 保养品造成敏感剂以后 我们才想起来突然间都没跟大家讲说 什么样的保养品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 你大概要怎么修复 所以我负责讲什么样的保养品 产生什么问题 她负责讲修复这样 这一集 那要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清爽型保养品 在环太平洋区东亚 像韩国 日本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泰国 都很喜欢用清爽型的保养品 所谓清爽型就是我洗完的 脸以后会色色干干的 然后会控油抗痘 那我们在长久监测清爽型保养品的 请问一下我们发言 它的色彩性很强 所以你可以初期看到 它们对皮肤的纹路会有破坏 然后毛孔会稍微塞住 那再狠一点的时候 如果你持续使用到比较重伤的状况下 它的毛孔你的 因为分泌就不畅通嘛 然后清爽型不断的干涉它的皮质分泌 然后它的毛孔就塞住了 那这时候你几乎看不到油 我们常常在讲这个 健康人只有一种 然后生病的千百种 你现在就看到清爽型对皮肤的伤害 那这边是健康型 但是这事实上 除了我们东亚喜欢的宝米外 其实还有欧美人喜欢的宝米 像那个将近七八十年前 我阿嬷跟我讲的POMS 就是那个肥肥的面霜 那它们擦起来 滋润型的伤害通常是这样 它对皮肤一开始的伤害 就是整个混沌油油的 但因为它不太会生到毛孔 所以往往在滋润型伤害的时候 你会看到表皮有纹路不漂亮 但是毛还在 但是如果滋润型的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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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时候它就慢慢会伤及到皮肤 伤及到皮肤以后 你可以看到整个皮肤就油亮亮 完全看不到任何纹路 然后毛也慢慢慢慢消失 我把两张图永远放在一起让你看 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皮肤慢慢的怎么样从好变坏 那有用清爽型的当然也有用滋润型的 自然就有人又清爽又滋润嘛 我就洗完脸很滋润很清爽 对不起很清爽 清爽完以后就不要笑 老男人不能一直笑好吗 然后就洗完脸以后就觉得很清爽 很清爽又涩涩的 它就擦那个很滋润的东西 就你看它又把毛孔塞住 然后把纹路弄掉 这种是非常惨的 我们也看过这种 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喜欢用A唇用A霜 我们偶尔会看到那种皮肤长久使用以后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肋骨醇或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最后他整个皮肤就薄掉了 我们在皮肤科界 我今年进来已经30年了 然后30年前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很奇怪的 美容界的说法 他说你的皮肤很薄 我一直没搞懂什么叫皮肤很薄 后来一直到做肌肉间 所以又亲眼看到他的皮肤 我才发现对了真的很薄 因为他的整个表皮几乎都薄翠化 然后就出现很多血管猙獰的样子 好 刚刚院长占了我们这么久的时间 那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好的 就是受过伤害的皮肤 原本会这样 就是比较蹦蹦亮亮 然后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经过了移除之后 就可以看到漂亮的纹路跟比较多的毛孔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原本都是被堵塞的颗粒 然后经过慢慢的修复 然后皮肤就会变得开始有纹路 还有孔洞 本来这段是给他讲的 可是我实在是稿给他讲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你就会想要用酸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酸用的太过分 你就可能把整个皮肤烧伤 结果他就从这边一路走到这边 这样你就休想要走过来 所以正确的滋润 常常正确的代谢 来我们请那个子言跟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正确的滋润 正确的代谢 好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就是原本你看从伍德登下可以看出 他从喷了一次的水光之后 原本是整个非常的均匀的白块 然后做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开始有一些破碎块 虽然肉眼看起来没有说到非常的明显 但是我们从伍德登下就可以清楚看到 角质被代谢掉 然后原本呢整个表皮 从50倍中可以看到 他是比较干瘪的 然后经过了水光的补水滋润之后呢 可以看到他的纹路开始变得比较清楚 然后皮肤也没有那么干 就比较烹润一些 好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下 在学理上 如果你是用角质柔软的方式 让它慢慢代谢 你会看到角质纹路变得比较烹软 然后如果你是用酸性酸实的方式 让它代谢 你就会看到整个皮肤变得比较扁薄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在谈清爽型 跟滋润型的部分要补充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原本在伍德登下 它是非常的均匀的厚实白块 然后经过水光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角质都被代谢掉 然后也比较松软 然后不会说就是那么干硬 然后这个呢 可以看到原本有很多这种 黑颗粒堵塞住毛孔 然后经过我们的水光 喷射移除之后呢 可以看到毛孔变得比较干净 然后这边开始有一些纹路出现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呢 它原本有一些发炎的红色 然后经过水光之后呢 整体也比较退红 然后其腹也比较柔嫩一点 好了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你知道那种啰嗦老男人 旁边这个已经可以当我女儿了 然后这个病人也可以当我女儿了 然后当女儿你知道 爸爸就很想骂你知道 很多时候你看到她的皮肤很硬 你又叫她回去闷软 大家都知道我们乳化的油加水加角色 我们就叫她闷软 然后闷了半天还是这样子 你看到就闷了半天还是这个样子 于是我们就只好用一点水光 冲一冲让它松一点 这个冲一冲有没有用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从真笔图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看它的颗粒很清楚被移除掉 这不是了不起的地方 你随便用流关也可以移除对吧 重点是你除了这些颗粒可以移除 你可以看到 仔细看如果你放大看 你可以看到皮肤上的纹度是保留的 这个才表示你的正确移除是柔软 而且是强悍的 好那刚刚给大家看了退红的 我们现在看到更明显退红的 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完整的深度的大幅面之后 你可以看到原本这边非常的红 然后慢慢的退红 然后再经过水光补水之后 整个又更淡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从武德灯中可以看到说皮屑 这些白色的皮屑也慢慢的被移除 然后这是A区 我们可以看一下B区 也是原本武德灯有很多这种白的干屑 然后慢慢的也被清掉 然后整体也越来越恢复 然后这个是50倍涂 可以看到原本比较囤厚 然后整个都脏脏的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慢慢的开始出现纹路跟孔洞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补充一下 这个图为什么变得很重要 其实你要让他退红不难 你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师傅 给他一点泪孤 给他一点这个 给他一点那个 这世界上退红一百万种 可是当你放大来看的时候 他必须真正回到有纹路毛孔的通胀 就像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图 结果他必须有纹路毛孔通胀 然后到最后 你会看到他的那个硬硬的颗粒 一个一个啵啵啵啵啵啵 跳出来 当他能够产生自我代谢能力 再度产生自我代谢能力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退红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永久痊愈 每次有漂亮的小女生 如果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欺负我们就 欺负一下 不能欺负就只好必欺负这样 你这老医师 好意思欺负小女生吗 那现在当然是可以欺负 因为自己的小朋友嘛 那 直接换你讲 那几句快 有肌肤问题找舒服机械 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自信 不对 再来一次 有皮肤的问题 没有你就机械啊 好 有皮肤问题找舒服机械 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自信 欺负小女生是老男人的兴趣 如果各位想继续看我们欺负漂亮的小女生 我们就是在 荧幕前面的你就要负责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让我们这种舒服机械小教室的频道 可以一路往前走